大家好,欢迎来到DrFace频道 这是鱼菜工程的第二个视频 因为有些朋友希望我对鱼菜工程的内容再深入一点 所以我就制作了第二个视频 为这个课题更加深入一点 好,话不多说,现在我们开始 鱼菜工程最重要的地方是创建一个可以循环的生态系统 以达到一个生态平衡 首先鱼吃了饲料之后 部分不被使用的蛋白质会透过分辨、尿液、鱼栽和身体 排出体外 因此这些肺基的蛋白质将会形成阿莫尼亚 阿莫尼亚累积到1mg per liter以上的浓度就会导致鱼死亡 所以这些阿莫尼亚要通过消化菌将它转化成硝酸盐之后 才不会对鱼造成伤害 所以无论RS系统或者是鱼菜工程系统都需要有一个培育消化菌的水池 我们叫它做生化池 鱼菜工程系统的初期是必须先养水之后再养鱼 当水池产生的酵酸盐NO3之后才开始种菜 当阿莫尼亚转化成酵酸盐之后 酵酸盐才可以被植物吸收作为基础的养分 因为酵酸盐被植物吸收后 植物会将其分解并获取酵酸盐中的氮元素 氮对植物的成长极为重要 植物可以利用氮元素来合成细胞蛋白、核酸和叶粒素 并促进细胞分裂以及成长和光合作用 植物体内的维生素和能量系统的组合也不可缺少氮元素 植物除了可以吸收酵酸盐以外 阿莫尼亚在PHD仪器的时候 有部分的阿莫尼亚也会形成NH4氨的形态 氨也是可以直接被植物吸收并获取氮元素 如果植物缺缺氮元素的情况之下 会出现叶面泛黄或缺利生长缓慢 植株矮小和叶片薄的情况 所以鱼菜共生在初期阶段是不可以先种植植物的 系统在投入鱼苗后的一两个星期 才可以把植物的苗种种进系统 鱼的成长可以完全靠饲料的营养 水次的进化可以靠消化菌和植物 但植物的成长不能只靠氨和硝酸原理的氮元素 植物还需要氮、钾还有多种微量元素 氮元素的重要性仅次于氮和钾的元素 鱼元素在植物的光合作用、呼吸、能量储存和传递 细胞分裂和细胞增大起到很重要的地位 在植物的初期阶段 鱼元素促进根系的形成和发育 同时也提高植物对坏界环境的适应能力和抗病能力 甲与氮和硝酸不同 它不是植物体内有机化物的成分 甲呈现离子状态,容易植物枝叶之中 其作用主要是帮助植物的新陈代谢 并促进光合作用 甲能提高植物对氮的吸收和利用 并促使加快氮转化成蛋白质 甲离子累积在植物细胞中 使细胞渗透压增加 并使水分从低浓度的土壤溶液中 向高浓度的根细胞中移动 在甲供应充足的时候 植物能有效利用水分 并保存在体内减少水分回法 除了氮磷甲这些主要营养成分 植物还需要补充微量元素 氨基酸和海藻浮游物质 微量元素包括 棚、星、木、甲、梦、铜等营养元素 虽然植物对微量元素的需要很少 但是它们对植物的发育作用与大量元素是同等重要的 当某种微量元素缺乏的时候 作物生长发育会明显受到阻碍 产量降低、品质下降 另外一方面 微量元素过多会使到植物中毒 轻则影响产量和品质 严重的时候甚至于危害人畜健康 而氨基酸作为构成蛋白质的最小分子 有益于被植物吸收的特点 也有提高植物的抗病性和改善植物品质的功能 同时补充植物必须的氨基酸 刺激和调节植物快速生长 促进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并增强植物的代谢功能 在水质当中同时可以添加海藻浮游物质 以促进根部的成长 如果种植瓜果类植物 也可以达到撞果 加快果实成型的功效 鱼的尿液中主要的成分有水分 无机物质和有机物质 其中的无机物质包括 钙、酶、钾、钠、磷酸盐、硫酸盐 以及氯化物等 而有机物质包括尿素、尿酸、鸡酸和氨等等 所以种植十字花科的植物 不需要特别去添加零和甲元素 如果种植瓜果类植物 有可能需要额外补充这些元素 零和甲元素可以通过运用制作酵素来获得 可以运用废制的果皮以黑糖一份、果皮三份和十份水的比例发酵2至3个月左右就可以使用 要额外提升甲元素可以将鸡蛋壳洗净、晒干、捣碎后添加进酵素里面进行发酵 在鱼菜工程系统上是不允许使用化学农药 因为它会直接杀死鱼池里面的鱼 对植物的抗耐性和免疫力方面 可以使用甲壳素来增强 同时它可以帮助植物对抗增菌、冰害和细菌 甲壳素是一种来自于虾和螃蟹的几丁制制成的 也是属于天然的杀虫剂 所以对鱼类不会造成伤害 以上的营养物质可以使用两种方式让植物吸收 第一种是加入水体里面 第二种是喷洒在叶面 对抗冰性的甲壳素而言 就建议使用喷洒在叶面 因为它直接可以被植物吸收 而且对抗病害会比较直接 而溶住在水体的元素可以是微量元素 灵甲和海藻浮游物质 因为这些成分也可以让水中的鱼得以运用 要做好鱼菜工程 最重要的是对系统进行管理 否则再好的系统也没有办法发挥到最好的效益 管理分为每日管理工作和每周管理工作 在每日的管理工作当中 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检查水泵以及空气泵是否正常运作 并检查水流的形式 如果池水被蒸发太多 就必须进行补充 第二,检查养殖头是否有泄漏 第三,观察鱼是否有异样 第四,检查作物是否有虫害 第五,捞出死鱼 并且移除有病的植物 第六,清理过滤网 第七,检查水体的PH ammonia 亚硝酸盐以及硝酸盐 在每一周的管理工作里面 就必须检查植物是否有圈切营养元素的情况 并且给予补充 好,这节视频就到这里为止 希望这个视频可以让你更加明白什么是雨菜共生 如果你们要购买一些植物用的营养素 可以考虑Dr. Fish推出的视频营养液 它可以完全满足你菜田所需要的营养充 第一种是复合元素 只需要每个星期添加30个PPM在水中 那就可以了 第二种就是海藻精华素 也是一样 每个星期只需要添加30个PPM就可以了 第三和第四种是氨基酸18X核 和高农甲可素可以稀释后喷洒在页面 只是一个星期一次就可以了 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点击以下的连结 了解更加详细的内容 请不要忘记给我的视频点赞 订阅以及转发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